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下星期三公布 有政党要求政府继续全民派一万元 有要求政府补偿被财务员的强积金对冲款项 有进华报导 经济一年差过一年 加上疫情持续至今超过一年 市民对预算案有什么愿望呢 市民叫苦连天 派钱我想每个市民都喜欢的了 我想一万元OK 起码上次派钱的人都没有那么多怨气 帮回多一些在抗疫里面 蚀了很多钱的基层商户 租金上可以怎么跟那些业主义交易 减少一些税 或者是会不会再派钱 刺激下消费 政府内宿关 全民回水一万 有政党认为政府的抗疫措施 根本帮不到市民 建议政府在新一份预算案里面 直接派钱 既然上一年疫症刚刚开始 都有一万 一年之后的今天 大家的状况比去年更加恶劣的话 至少都应该要有一万 在我眼中我觉得绝对负担得起 整个补就业 由它建议到落实 在立法会申请败款通过 几个月的事就做到 几百亿就是这样 合一身就倒了到雇主的手上 有什么这么难呢 吴敏仪说疫情下各行各业都有财源潮 雇员的强积金被雇主对冲来做遣赞费 要求政府预留五百亿元 注资回落这批雇员的强积金户口 当作补偿 除了职公盟 民建联也都建议政府要向市民派档 认为政府仍然有八千多亿的财政储备 政府绝对有能力应付 有声电视记者又进门报道